各位同学,上个单元我们可以根据一个数列AN地回关系式 即利用数学归纳法原理来证明数列AN的一般下 但是,数学归纳法能证明的数学叙述可不止数列哦 它专门用来证明与正整数有关的叙述 这并不是说数学归纳法只能用来证明正整数本身方面的性质 而是说,凡能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其正确性的叙述都与正整数有关 这个单元,我们将进一步解释数学归纳法观念及证明写作 我们先来看一个叙述 若N为正整数时,则AN等于N的平方加N加41都是直数 我们将N等于1、2、3一直到10的值列表 发现每一项都是直数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觉得这个叙述是对的吗? 假如不是,请说明你的理由 正确答案为错 N等于41时,N的平方加N加41等于41的平方加41加41等于41×43不为直数 在前面的单元,我们有提到数学归纳法原理和骨牌游戏原理很像 我们设P of N表与正整数N有关的数学叙述 P of N成立,则表示第N张骨牌倒下 假如对于所有正整数N,P of N都成立 那么P of 1要先成立 就相当于第一张骨牌倒下 假如我们确保每相邻两张的骨牌 前面的骨牌倒下,后面的骨牌一定倒下 那么P of 1成立,意味着P of 2成立 P of 2成立,意味着P of 3成立 以此类推,这样所有正整数N,P of N都成立 因此,数学归纳法原理必须要有两个步骤 对于某一个与正整数有关的数学叙述 只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一,当N等于1的时候,数学叙述成立 二,假设N等于K的时候,数学叙述成立 可推得N等于K加1时,数学叙述成立 则此数学叙述对于所有正整数N都成立 请注意,数学归纳法中证明的两个步骤缺一不可 数学归纳法之所以用归纳两个字 确实是因为用这个方法来证明的性质 一般都是可以由前面的几个特例推测而得 但数学的叙述是不容许有例外出现 在前面的测验当中 虽然我们从N等于1带到N等于10 得到N平方加N加41确实是直数 但不意味着对所有正整数N N平方加N加41都是直数 所以才需要递推步骤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顺便来教导各位同学 如何写数学归纳法的证明 设数列AN满足递回关系式 A1等于1 AN等于AN-1加N的三次方 N大于等于2 第一题是求A2、A3、A4的值 因为A1等于1 所以A2等于A1加2的三次方 等于1加8等于9 A3等于A2加3的三次方 等于9加27等于36 A4等于A3加4的三次方 等于36加64等于100 第二题是推测数列AN的一般向 我们可以观察数列AN前几项 可以发现每项都是完全平方数 但好像中间有缺一些完全平方数 我们发现这些平方数的底 可以写成连续正整数的和 因为1到N连续正整数的和 为2分之N乘以括号N加1 所以我们猜测AN等于括号 2分之N乘以括号N加1的平方 第三题 利用数学归纳法 验证第二题所推测的结果 我们将问题重述 数列AN满足递回关系式 A1等于1 AN等于AN-1加N的三次方 N大于等于2 是证明AN等于括号 2分之N乘以括号N加1的平方 第一步 我们证明A1等于括号 2分之1乘以2的平方 推测成立 紧接下来 我们假设AK等于括号 2分之K乘以括号K加1的平方 推测成立 这部分的假设 是为了作为证明 AK加1等于括号 2分之括号K加1 乘以括号K加1加1的平方的前提 则当N等于K加1时 要根据递回关系式 AK加1等于AK加括号K加1的三次方 将AK等于括号2分之K乘以括号K加1的平方 代入来连结AK与AK加1 这部分非常重要 最后化简得到AK加1等于括号2分之K加1乘以括号K加1加1的平方 最后要说明 根据数学归纳法原理 我们证明了这个数学叙述 以上就是我们数学归纳法证明写法 正确答案如下 数学归纳法除了可以用于证明地回数列的一般向外 也可以用于证明与正整数有关的叙述 我们来看底下的这道题目 是证明对任意正整数N AN等于4乘以8的N-1次方加3是7的倍数 第一步证明当N等于1时A1是7的倍数 我们把N等于1带入得到A1等于4乘以8的0次方加3等于7 是7的倍数 命题成立 第二步 我们假设N等于K时AK是7的倍数 也就是AK等于4乘以8的K-1次方加3是7的倍数 我们可以令4乘以8的K-1次方加3等于7Q 其中Q为整数 第三步 则当N等于K加1时 A的K加1等于4乘以8的K加1减1次方加3 我们可以整理成AK加1等于 括号4乘以8的K减1次方加3 加上28乘以8的K减1次方 这是为了呈现AK及AK加1的关系 最后我们将4乘以8的K减1次方加3等于7Q带入 最后整理得到AK加1义是7的倍数 成立 最后一行 在写证明题时 要解释 由数学归纳法原理 证明了对任意正整数N AN等于4乘以8的K减1次方加3 是7的倍数哦 假如有人宣称 对于任意的正整数N 1加2加3一直加到N 等于二分之N乘以括号 N加1加3等式都成立 它的证明步骤如下 但事实上 1加2加3一直加到N等于2的N乘以括号N加1 请问上面的证明步骤出了什么问题 数学归纳法原理 对于某一个与正整数有关的数学叙述只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一 起始步骤 当N等于1的时候数学叙述成立 二 递推步骤 假设N等于K的时候数学叙述成立 可推得N等于K加1时数学叙述成立 则此数学叙述对于所有正整数N都成立 各位同学 上完这个单元 有关数学归纳法的观念及证明写作 就到此告一段落哦 相信你们对数学归纳法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别忘了要多练习数学归纳法的证明哦 我们下次再见